我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Photoshop智慧型物件 各位你用Photoshop現在很重要的趨勢 你一定要匯這個叫智慧型物件 因為真的要長智慧一下 你如果沒有用這個 我跟你講以後你用Photoshop 你會發現新版本的 尤其現在CC2017 2018以後 絕大多數的東西它都會轉成智慧型物件 因為它希望你長智慧 為什麼 因為智慧型物件有幾個功能 它從CS2開始就有智慧型物件 只是大部分大家都沒有注意到而已 那智慧型物件跟沒有智慧的差在哪裡 我用一個檔案來跟各位說明 你就會比較清楚 好 我來這邊開一個 來吧 我就先借用布丁 這一張我拿出來 我先把它剪下來 再貼上來 變成一個塗層 那一般標準的話呢 我們如果你在這邊這樣子 那我把它做了一個縮放之後 把它做縮放 確定 再放大回來 請問會有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有沒有變馬賽克了 為什麼 因為當你按縮放之後 它真的有把東西丟掉 也就是說解析度變低了 那麼今天如果你有變成有智慧的 就不一樣 那怎麼樣轉換成有智慧的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點到這個凸層 按右鍵我記得有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轉換為智慧型物件 就是在這裡 就在這邊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圖好像不一樣 對不對 圖是不一樣的 這個時候呢 當我把它縮小 我把它縮得更小一點 再把它重新放大 放大放大放大 好 各位有沒有發現解析度沒有變 這樣知道有沒有智慧差在哪裡了嗎 這是第一個差別 也就是說你有轉換成智慧型物件之後 它會幫你保留原始的解析度 它不會直接把它變小 我們一般標準的forcial 它就會直接縮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要去動它的時候 平常各位都是一般的圖層 你是不是直接在這邊 用這些工具就可以用 這些工具是可以編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轉換成智慧型物件之後 我現在用這些工具都是XX 有沒有都是禁用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編輯它的時候 現在不是在這裡編 是點兩下進去編 登登 我點兩下對不對 它就說 待會你編輯內容 然後把那個存檔就好了 我按確定 請各位注意一下上面 剛剛布丁在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 而且各位注意一下副檔 它不是PSD喔 有沒有PSB 這個部分呢 其實因為昨天同學有提到 要講一下Photoshop 3D Photoshop 3D在編材質的時候 也會變這樣 也就是說 其實你的原始檔 它本來PSD是一個檔案 它現在裡面會包很多東西 會包很多東西 你還是PSD 可是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那麼我在這邊 如果我在這邊 我隨便畫一下 我簡單這樣畫一下 好 那麼我這個好了 我就把它關掉 儲存 你看我回來這裡 這裡有沒有變 對不對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這個是 有沒有智慧的第一個差別 第一個差別 就是第一個 解析度保留下來 第二個你要變它 要進去那個 再來濾鏡也有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 也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做這些濾鏡 你們有沒有用過一些這種濾鏡 有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喔 沒有智慧的時候是很可憐的喔 我先把這個關掉 我先把它重新貼上 這個是原版的 有沒有 這樣你發現有智慧跟沒智慧是圖示不一樣 現在呢 我們在這邊 如果我在這邊 直接套了濾鏡 好 比如說馬賽克好了 OK 你直接做了 萬一 你要後悔怎麼辦 現在還可以還原對不對 但是你做了20個步驟以上 或者檔案關掉 就來不及了嘛 那要怎麼辦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以前都會做一件事情 按著它丟到這裡來保留一個 哈哈哈 對不對 保留原始檔 現在不一樣 有這個東西之後 我再做一次剛剛那個濾鏡喔 馬賽克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連濾鏡也變有智慧了 有沒有 濾鏡叫智慧型濾鏡 這樣有沒有智慧加智慧 會更厲害一點 其實重點在什麼 智慧型濾鏡就會變成 像我們在用所謂的塗層樣式一樣 啊 今天馬賽克不喜歡 關掉 有沒有恢復原來的 馬賽克 數值要調整 登登 有沒有又回來了 你就回來 啊太多了 回起來小一點 因為 原始的解析度有沒有留下來 那 Adobe呢 就是 你現在所看到的這些功能 不是所有的都會變智慧型濾鏡 但是 越新版本 會有越多資源 這樣了解了 好 因為他希望導到這邊來 導到這邊來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從剪貼布上 直接貼到 Photoshop裡面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轉換成智慧型物件 只是你沒有特別注意 這樣對智慧型物件 有沒有比較了解的 OK